咖啡 厉害 我以为你没有买的 那我全套了 但我们得烧水 先烧水吧 这是可以煮东西的是吧 那咖啡锅 我现在急切地想喝一杯咖啡 这咋开呀 我傻 本栏目由你我的乙保品质呈现 你放中间吧 放那儿 平的地方 很猛很猛 我很猛 你看有专业的 然后你可以拿那个茶呢 茶叶可以拿出来喝 老孙不是不喝茶 咖啡吧 你一会儿茶又是咖啡 我第一次见到老孙的时候 我真的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80后 我还有喝咖啡 完全不喝咖啡 一滴都不喝 还有90后也不喝咖啡 你们俩都不喝咖啡 所以我喝着 我是在给自己磨是吗 整了半天 我在帮你点火 我在帮你烧水 但是你磨的话 我们一定会喝的 你回顾一下 软经天的咖啡 老孙喝了 还真是 他觉得这个朋友值得交的 他就喝 不值得交的 他就不喝 我就要看看 一会儿我煮一杯浓浓的 意识浓缩咖啡 老孙喝不喝 彼此来承认我们的感情 所以以后啊 跟老孙交往 一定要记住 见到他 给他泡一杯浓浓的咖啡 他喝了 把你当朋友 不喝 不喝 算了 好难有 好难有 好舒服 好把手 好舒服 好把手 把手的恨 其实就是 你付出比得到 更享受 我觉得更幸福 让你们也体验一下 已经很久左右成效了 交过人生的接力棒 然后啪给我撒了 我就把你推到海里去 你给我变个咖啡出来 这个手磨的 跟平时那种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我第一次闻到 这个咖啡的香 对 它那个素溶咖啡 是没有这种香味的 素溶咖啡是人生的捷径 但是这种咖啡 是你需要 你需要费体力的 这个咖啡 是要磨到多细吗 不用啊 它就是把那个磨 豆子磨没了就行了 其实你现在完全可以了 水开了 你可以把那个粉给我倒进来 全部 有不少呢 这个香味 真的 不信 烧起来就 你闻 有点慢 你闻 闻到了吗 香不香 快开了 就打开看 夕阳下的手磨咖啡粉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吗